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茶油对许多人的记忆是家中阿嬷拌面拌饭的童年滋味 臭沙拉油 橄榄油 大举进入市场 苦茶油渐渐被放在卖场货架中 快要找不到的一个小角落 本草高木记载 茶油有 量法 润肠 通便之效 综医师吴明珠也表示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能减少血管酸塞几率 调节血脂 还有抗氧化功效 好的苦茶油要怎么选用呢 让已经生产茶油30点的达德告诉你 不新鲜的茶油会有 嗆皮的油泡味 新鲜的茶油则有淡淡的炒香 拿起苦茶油上下摇泡 气泡细小且持久 代表油脂浓度高 可滴几滴在手背上均匀涂抹 如果皮肤一直泛油光前有黏力感 油品就不纯哦 苦茶油若被皮肤吸收且不粘手 代表品质很纯正 苦茶油逐的拿来烹调 每天起床刷牙前 喝去5-10cc来漱口 帮助口腔排毒 平常还可以当库唇膏滋润双唇 加80cc的菜瓜水 30cc茶油和精油少许 也可做成附滑水 过期了别急的丢啦 它可以拿来擦拭木头家具或 不锈钢器具 也可以拿来当成家中脚踏车 机车的润滑油 中新闻苦茶油真是美味报道